诗篇第110篇 大卫的诗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生出能力的帐来 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意 甘心牺牲自己 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耶和华起了誓 绝不后悔 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字 永远为祭祀 在你右边的主 当他发怒的日子 必打伤猎王 他要在猎帮中刑罚恶人 石手就编满各处 他要在许多国中 打破仇敌的头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必抬起头来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